你好,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瘟疫与人》 口罩已经戴了两年多,全世界人类和新冠病毒的战斗也打了两年多 人类不屈不挠,而新冠病毒也没认怂 近期,国内疫情反弹引发了不少人的关注 加上国外出现多种变异毒株 疫情的常态化防控越来越成为趋势 很让人好奇,以后的历史会怎么记录现在的新冠疫情 以历史看未来,今天我们要讲的书是《瘟疫与人》 这本书是美国历史教授威廉·麦克尼尔的作品 他提出了聚集生和危机生的概念 以瘟疫为主线,重新讲述了世界史 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他以编年的手法,从史前时代写至上世纪,前半页 详细探讨传染病如何肆虐欧洲、亚洲、非洲等文明发源地 而这些疾病又如何塑造不同的国家文明 他特别整理出了中国的瘟疫年表 为读者了解中国的疾病预防提供了参考 在进入正式讲解之前 我们先来了解聚集生和危机生的概念 一般来说,微生物寄生在人身上叫做微寄生 人通过外界或他人获取食物生存,叫做聚集生 站在微生物角度看 其实,人类文明的发展就是人类和微生物势力此消彼长的过程 微生物寄生影响人类的扩张 人类的扩张又反过来影响微生物寄生 根据书本的内容到现在为止 人类与微生物之间经过三轮PK 双寄生模式出现了三次失衡 接下来我们将书本分成三部分 从三次双寄生失衡切入 为你讲述瘟疫是如何影响各大文明圈 如何在全世界各地传播的 又是通过何种方式塑造现代文明 首先,我们先进入第一部分 来聊聊人类社会什么时候出现第一次双寄生失衡 这次失衡是什么原因导致 这时候的瘟疫又是如何逐渐成为各大文明圈的特产 我们逐一来看看 最初,人类生活在非洲是微寄生和巨寄生双重平衡 一方面,在非洲原始人类时期 寄生生物引发的传染病在一定程度能调节人口数量 当人口密度太大,突破了传染病的门槛 传染病就会消灭部分人类 让人口保持在稳定水平 所以微寄生生态是平衡的 另一方面,非洲原始人获取食物的方式 无非就是打猎摘果子 这样的生活模式也是稳定的 但是,在人类走出非洲后 双重平衡模式被打破了 人类朝温带和较冷的寒带扩张 相较于热带 这些地方的生物多样性,没那么丰富 微生物也比热带少 这样就导致了人类从非洲扩张到地球其他地方后 没有天地与之抗衡 因为当地的寄生微生物 一时间适应不了从热带过来的宿主 这是微寄生的失衡 这时候的人类扩张 如鱼得水,人口增长 发明了农木叶 过上了群体定居的生活 聚寄生模式也发生了变化 当然,人类这样的状态只是暂时的 因为微生物也会花时间适应新到来的宿主 一旦微生物适应了 人类的这种群居模式 更容易导致微生物寄生 一方面呢 人类从狩猎转向了农木叶生产 为寄生生物创造了稳定的传播环境 人类发展出了农木叶 自己种地 养牛羊 有了更稳定的食物来源 为了种地放牧 人类要开荒拓土 毁林开荒 从环境的角度上来说呢 搞生产不可避免的 要破坏环境 改造环境 消灭影响生产的一切生物 比如除掉杂草 赶走有威胁的野生动物 老虎 老虎 狮子 狼等等 这样一来 人类将原本复杂的生态环境 改造成了简单 封闭的自然环境 这个环境里面就两种东西最重要 人和食物 这样的环境里面 因为物种多样性的减少 微生物没有足够数量的动物寄生 那自然就会寄生在人类身上 一旦有其他新的微生物入侵 就容易在人类社会传播 另一方面 人类的群体定居生活 反而让人类整体抵抗力下降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群人组成一个村庄 大家一块劳作生产 这是人类文明最初的形式 群居需要什么 需要固定的水源 需要固定的卫生场所 所以一些通过水传播的微生物 就更容易危害人类了 长期的生活在一个地方 人类对其他地方的微生物 和环境的适应性大大降低 比如说你出了趟远门 会水土不服拉肚子等等 相对于一直迁移 狩猎的原始人类 定居人类的抵抗力就没那么高 因为原始人类一直迁移 他们对环境适应性会不断的调整 长期定居的人类 在面对新的外来微生物主侵蚀 非常容易患病 甚至死亡 因为他们的适应性并不强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 人类群体定居的规模更加扩大 城市出现了 国家出现了 因为宿主足够多 有些寄生微生物 不用通过动物感染人类 直接可以人传人 比如说麻疹 百日科等等 在文明相对发达的欧洲地中海沿岸 中东 印度 中国 形成了四大疾病圈 四大疾病圈面临的寄生物和传染病 多少有点地方特色 古希腊存在多种传染病 比如 腮腺炎 热病 类似白猴病 肺结核的病症等等 印度呢 有水痘 还有各种湿热气候的传染病 而在中国南方 也有一些古老典型的传染病 比如说登革热 虐疾 血吸虫病等等 至于中东 在圣经出现之前 那里的居民 对致命疾病的突然爆发 以习以为常 他们把疾病的爆发 解释成上帝的行为 中东的宗教 就有防御传染病的一些戒律 比如说 某些宗教禁止吃猪肉 因为猪肉不结 而有些宗教呢 有驱赶麻风病人的传统 这些宗教戒律说明 中东人却是有一定的传染病斗争经验 尽管古代没有显微镜 看不到微生物 但他们摸索出了一些防御传染病的规律 四大疾病圈联系不多 基本各自发展 内部的传染病也是相对稳定的 不会说突然有中国的传染病感染欧洲人 在公元纪念之前 很少有微生物能够出圈 产生席卷 欧亚大陆的传染病 但是这样的平衡 被蒙古人的大规模扩张 给打破了 人类社会出现了第二次 双寄生模式的失衡 在第二部分 我们接着聊聊 第二次双寄生模式 是如何失衡 相对隔绝的四大疾病圈又是如何被打破 着重讲讲 鼠疫是如何传播到全世界 原本四大文明是四足鼎立的 各自有一套聚集生的模式 比如说 希腊城邦公民靠奴隶供养生活 中东的封建王爷依靠农民等等 14世纪 蒙古人来了 他们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 欧亚人民成为蒙古人的俘虏 这是聚集生模式的失衡 一方面是蒙古人不断增长的人口 和强大的军事实力 碾压了欧亚大部分国家 另一方面 陆地商队的活跃 在蒙古帝国达到了顶峰 许多人的长途旅行都跨越了文化 或疾病圈的原始边界 原本相对隔绝的四大疾病圈 交流更加频繁 平衡被打破 聚集生模式的失衡 引发了危机生的失衡 有一种传染病出圈了 欧亚大陆的四大疾病圈 都要面对一种新的传染病 鼠疫 鼠疫是由鼠疫杆军 引发的一种传染病 死亡率很高 没有人知道鼠疫起源于什么地方 但是鼠疫沿亚洲的商路 传到克里米亚 在这里 鼠疫杆军登船 沿着从海港向内地辐射 继续渗透到静东乃至整个欧洲 中亚和东欧的诸多商队旅馆 为鼠疫杆军 在人烟稀少地区的传播 提供了现成的途径 商队的每个歇脚点 肯定都少不了老鼠和跳蚤 因为这里总堆放着大量食物 以供应几食 甚至几百号行人和牲畜的饮食 这些老鼠和跳蚤 随时准备接受 并传播鼠疫杆军 当这个地方爆发的鼠疫 带来的致命后果 开始牵连到人类时 可以肯定 凡是能逃的人都逃了 于是他们又把杆军 带到新的地方 继续更进一步的传播 而地中海的航路发达 贸易航线可以远到北欧 这样就很方便地 把鼠疫扩散到广大的欧洲地区 鼠疫传到北欧 本身就可能是 地中海与北部港口 航运繁荣的结果 那里稠密的人口像是个活药桶 鼠疫一点就炸 鼠疫后来发展到了 不仅可以通过跳蚤传播 还能通过人的飞沫传播 见个面咳嗽一下 就中招 欧洲是鼠疫的重灾区 欧洲因为鼠疫 失去了三分之一总人口 英国更是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 人口持续下滑 中国同样也不好过 在北方的草原 蒙古人因为鼠疫 损失了大量人口 失去了充足后北人口的蒙古帝国 实力开始衰落 他们在亚洲 中东的军事霸权 无法维持下去 最后走向分裂 在鼠疫的冲击之下 北方的游牧民族人口减少 甚至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都没有游牧民族南下入侵 农民耕种了 鼠疫在欧洲 持续了近三个世纪之久 到了17世纪 鼠疫才彻底在欧洲消失 历史学家认为 鼠疫在欧洲消失的主要原因是 卫生习惯的改变 减少了人和跳蚤的接触 这也是人类对危机生 适应的漫长过程 从鼠疫恢复元气后 人类开始了第三轮的扩张 大航海时代来了 这次扩张 同样引发了聚集生和危机生 双重模式第三次失衡 导致了大规模传染病的发生 在第三部分 我们接着聊聊 第三次双继生模式的失衡 带来的瘟疫 是如何促进世界各地的交流 又是怎样影响和塑造现代文明的 在发现新大陆的航海时代 人类解锁了新的疾病圈 美洲圈 西方以强大的军事优势 碾压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人 导致了印第安人和非洲人 成为了被奴役的对象 这是一种文明的碰撞 也是文明的失衡 一方面 西方人带来的传染病 大肆毒害美洲居民 美洲土著 死伤惨重 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西班牙人将天花传到了美洲 印第安人大规模病死 这就能很好解释 历史上为什么 西班牙国家带了不到600人随从 就能轻而易举地 攻下拥有百万人口的阿兹特克帝国 天花本来是欧洲的一种流行病 但是经过长时间的传染 西班牙人已经获得了终身的免疫 很多西班牙人小时候得过一次天花 长大后就不会再得天花了 但是印第安人没得过这样的病 他们面对天花毫无抵抗力 尽管在一次抵抗中 阿兹特克人把西班牙殖民者逐出墨西哥城 但天花正在城中肆虐 连帅队攻打西班牙人的阿兹特克人首领也在当晚死亡 正是传染病这一可怕的生物武器 帮助西班牙人消灭了大量印第安人 同样 天花还传染了美洲的另一个帝国 印加帝国 天花在美洲消灭了三分之一的印第安人 但是其他传染病还是没放过印第安人 天花之后随之而来的是麻疹 班疹伤寒等各种传染病 还有西方人从非洲带来的黑人奴隶 同样附送了瘧疾黄热病等等传染病 瘧疾毁掉了热带滴滴的美洲印第安人 几乎清空了原本人口稠密的地区 另一方面 环球航行让欧洲水手们有机会将新的传染病 从世界各个港口带回老家 梅毒其实就是其中一种 梅毒被欧洲人看作是一种新的传染病 在中国日本印度也被看作是一种新的传染病 有些历史学家相信 梅毒是哥伦布的水手从美洲带回欧洲的疾病 因为欧洲人对梅毒没有免疫力 而且梅毒第一次在欧洲爆发的时间 和确切地点恰好又符合这一讲说 这个理论在1539年已经公开 即在欧洲学术界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很久以后 直到导致亚思疹和梅毒的螺旋体 被证明在实验室里根本无法区分时 才有医学史专家彻底摒弃了梅毒来自美洲的猜测 梅毒经常光顾欧洲皇室 法国瓦鲁瓦王朝和奥斯曼土耳其的政治沦落 似乎就与两国统治家族中的梅毒流行有关 除此之外 欧洲还有新的传染病 汗热症 斑诊伤寒等等 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 地球所有的疾病圈都已经解锁 并且发生了交流 甚至融合 这导致了一个结果 那就是人类传染病均质化 人类差不多把世界各地的特色寄生微生物都感染了一遍 群体免疫该有的都有了 已经渐渐百度不清了 这样四大疾病圈成为过去时 世界疾病圈出现了 传染病流行频度增加 但是杀伤力减弱了 传染病均质化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 一方面人类的现代医学开始出现 另一方面人类对公共卫生制度也建立起来了 传染病首先改变了人类的思维 促进了西医和现代医学的出现 在传染病发生时 人往往无能为力 有宗教信仰的人则认为这是神或者上帝的处罚 但是医生的却有更多机会去做临床研究和实践 医学的发展得以进步 尤其是在天花发生后 医院给医生们提供了反复观察病情 及其变化过程的机会 曾经有效的治疗方案 可以在下一个病人身上再试 发现 测试 和改进接种方法的系统性努力开始出现了 其明显的结果是 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 欧洲发现并接受了疫苗接种 到了19世纪 医学理论更是进一步发展 人类发现了治病的细菌 医学防御传染病更加有效 人类更有能力去应对跨文明的大规模传染病 而且在遭受大规模传染病后 人类逐渐建立了公共卫生制度和机构 在19世纪 霍乱作为传染病 更是直接推动了公共医疗卫生制度的建立 英国国会授权成立了中央卫生委员会 当时亚洲霍乱的可怕景象 已经牵动了公众注意力长达一年 毫无疑问正是对霍乱复发的担心加快了国会的行动 中央卫生委员会利用国会授予的法律权利 在英国城市中清除了无数污染源 并开始在全国普遍建设供水和下水道系统 当地方性的霍乱和其他致命的疾病发生时 富裕国家常会赞助一些国际行动 请医学专家参与帮助地方当局控制病情 好了 第三部分的讲解到此结束了 经过本期解读 你会感叹 人类发展的历史中 传染病竟然在暗中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 它参与了人类的每一轮扩张 甚至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过去几千年 人类经历了好几轮大规模的传染病 死伤惨重 但是人类文明依旧延续 这是不是说明人类的智慧战胜了瘟疫呢 答案是否定的 尽管技术和知识深刻改变了人类的大部分疾病经历 但就本质上看 技术和知识仍然没有 也从来不会把人类从自然生态系统里解脱出来 技能知识和组织都会改变 但人类面对疫情的脆弱 则是不可改变的 先于人类就已存在的传染病 将会与人类始终同在 并一如既往的影响人类历史的走向 好了 今天的讲解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